嗨大家好我是比利 那原本呢本週是要做大黑暗的開箱 但發生了一些小小的問題 那就是原本我一直以為我有日版的書 印象中我很久以前就已經買了 但實際上呢它卻一直都在我日雅的購物車裡面 然後一直都沒有結帳 所以在缺乏日版書的情況之下 單看長紅的書也很難做出很深入的內容 因為知道很多人在期待大黑暗的開箱 所以我也不想隨便做一個影片交差 就請大家再等幾天吧 至於妖精森林的小不點 由於書現在已經完全買不到了 而且已經不是價格的問題 或許將來改用書本內容介紹的方式會更適合 所以本週我就決定改開箱夢魘製造機 我本身也非常喜歡KOOF這位作者的畫風 我相信大部分的男生都會很喜歡的 雖然整本書的內容有一半都屬於18鏡的畫面 但故事本身還是很不錯的 不是單純的賣肉而已 作者KOOF在2007年的10月19日開始連載 日版單行本的第一卷是在2009年初發售的 而清文則是在2010年的8月才代理出版 這中間其實有一段不算小的空窗期 所以在清文推出的前三個月也就是2010年的5月 台灣出現的盜版書 也就是這兩本由布丁工作室所推出的 雖然只有兩本 因為當初第三卷還沒有發售 但可以看出這個書的熱度真的非常的高 這套書全部有六卷完結 但對於比較晚入坑的朋友 他的第四卷之前要收到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價格更是漲了超過30倍 單本破了4000的成交價 這樣的帳幅其實是非常少見的 即使在怪怪守護神缺書的時候 整套也不過就4500而已 至於第四卷為什麼之前會缺的那麼嚴重 我猜可能是網路上推薦的文章裡 有特別提到了第四卷裡面的內容尺度非常大 所以可能有些人因此買了單本的第四卷 在經歷了多年缺書之後 前幾個月清文終於宣布了再版整套的計畫 一開始大家看到圖片的時候還以為是盒裝的 但仔細看圖片的話會發現這個盒子呢 實際上是書本的模型 但我身邊確實有不少朋友一直把那個模型誤會成書盒 至於內容的部分 網路上搜尋一下有很多資料可以參考 所以內容我就不多提了 我們主要討論印刷還有再版的部分 那我們就直接看書囉 這次新版的套書第一卷已經來到了第四刷了 而我這個舊版的第一刷呢 是第三刷的 其實也就是前一版而已 但差異還是非常的大 而差異更大的是手刷版 雖然有多書腰 但是在書籍上清文的LOGO卻是不同的 之前的版本在LOGO上是小兵的頭 而且現在連這個圖都不一樣大了 所以如果你的第一券跟第二券是出版的 那麼書籍上跟第三券之後的LOGO會不同 而且書的封面材質也不同 三刷的第一券是霧面的材質 而後面的券數卻是亮面的材質 這真的會逼指很多強迫症的 清文這種操作真的讓人頭很暈啊 所以這次套裝版本也可以一次滿足所有強迫症的需求 我們回到書本身 除了第一券 終於是亮面材質之外 色差也非常的大 背景一個是淡黃色 另外一個是鵝黃色 而且每一本封面都有色差 雖然不確定哪一個比較接近原始 但這次套書的顏色感覺比較好 彩頁的部分色差也不小 但我覺得這次再版的效果比較好一些 內頁的黑白頁印刷 基本上跟舊版的是一樣的 一樣的版一樣的翻譯 至少目前沒有看到什麼修正 這本書我不敢隨便翻來翻去 因為這書隨便翻都要打馬賽克的 甚至連裁切都幾乎一樣 雖然新版的書寬上好像多了0.1公分 但這應該是裁切上的誤差所造成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確定就是單純的再版而已 但紙張上還是有不同 舊版的紙偏米白色 新版的就是白色 所以印刷上雖然非常接近 但一些細節新版的會比較好一些 當然這是非常小的差異 但裁切如果跟日版比起來 應該就切的算是比較多一點了 至少在書糕上清紋真的是切的比較沒有客氣的 因為從布丁的盜版上可以看到 他們盜版的書糕明顯比清紋的畫面還要多一點 最後提醒大家一下 漫畫有這樣採頁的 一定要記得定時翻閱一下 最好每半年就翻開看一看把濕氣排出 不然如果環境潮濕 書又緊緊壓在一起 一段時間之後就會像這樣糖化黏在一起了 這樣要再打開就非常困難了 大家書一定要保養好來喔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時間 這次在版的夢魘製造機受眾比較像是針對新人 所以之前如果你已經有收過這套書了 那麼除非你非常喜歡這張書圈 不然再收一套的動力確實會小很多 如果有書盒的話 我應該會多收幾套 但如果之前沒有收到的朋友 這套書還是可以收的 我是說男生啦 11月確實是荷包君的收難日喔 除了前幾天已經推出的 無限住人盒裝版 定價6000確實讓我有點抖 我可能過段時間等折數比較好的時候 才能入手做開箱跟大家分享 畢竟親吻的無限住人我已經收了5套了 這次賽收就真的是為了盒子而收的 另外尖端的城市獵人完全版第二盒 9-16卷這個月也會發售 然後這個月的11號 動力又開始預購來自遠方的書盒愛藏版 加上一樣是前幾天大塊文化推出的 二童當街套書 這次是配合動畫電影推出的特別版 這樣算下來書隨便就已經破萬了 我當然希望所有的書能夠趕快收一收 然後做開箱 但是我的荷包君跟各位的荷包君也是一樣的 有寫有肉也會痛的 加上最近新成立的公司非常忙碌 我能做影片的時間非常的少 影片雖然短短10分鐘 但是從撰稿、拍攝、剪接一直到後製完成 至少也要花掉我3-5個小時 所以影片架構都非常單一 很多瑕疵包含像影印不同步的問題都無法修正 這部分就請大家再多包含一下了 之後等忙完到一個階段後 我會再來研究如何讓影片的效果更好 在這之前 我就盡量提供大家足夠的內容 另外溫馨提醒一下 東力的怪怪守護神陶 現在所有的網路書店都已經缺貨了 如果想要收卻還沒有收到的 手腳要快了 雖然目前確定東力明年初會再版 但是就是要等了 下週預計會做大黑暗跟二童的開箱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見囉 Bye